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皮皮 下班了 拜拜 拜拜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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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 这 个人 还有 很不错 您 你要 不要 我 那 没有 什么 的 是 还有 我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 那会儿里的人就是你 你还有什么好集结的 可是我不觉得那是我 那我问你 你喜欢贺兰大人吗 这不就结了吗 你喜欢他 他又喜欢你 那你的事不就是他的事吗 为什么不让他跟你分担呢 我觉得 你也应该试着 站在他的角度上想一想 不论是人还是狐狸 相爱一场总是不容易的 如果你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 你不觉得太可惜了吗 最后的决定还得你自己做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好好想想吧 那我先走了啊 拜拜 拜拜 我先走了 服务员 服务员 走呢 您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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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您擦一下 你要陪我喝这杯酒的啊 我就不追求你 来吧 对不起 我不会喝酒啊 怎么着啊 老子在这儿消费这么多钱 不给面子啊 让你喝女后那么多废话 不是面子的问题 不是真的不会喝酒吗 不是真的不会喝酒吗 不行 我就这样精明过来吧 不行 我就这样精明过来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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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小姐 不胜酒量 我替她喝了 你谁啊 你在这儿贴人什么乱呢 你知道这有多少钱吗 方便的话 今天晚上随便点吧 都算我们 随便点 没什么就走了 站住 站住 你以为老子缺你这酒钱啊 老子们有的事钱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你甭过来这套 这事没完 我告诉你啊 那你想怎么办 我想怎么样 这怎么着 他想打我呀 来 来 你打我试试啊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先生 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这服务员行啊 做错事了 不道歉 这怎么着还找人打我呀 逗我玩呢 不是 经理 是误会 我一开始就道歉了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他是新来的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赶快道歉啊 对不起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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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算了啊 我跟你说啊 他必须得给我道歉 你先走吧 不关你的事 走吧 对不起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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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性的也没了 不好意思啊 来人收拾一下 换别的桌玩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先生 不好意思 麻烦你一起离开吧 那我先走了 过去帮忙啊 快啊 没事没事啊 大家继续 没事没事 经理 我待会儿回来收拾 我 他们 没有为难你吧 你如果不喜欢我在这儿 我现在就回去 你不要不开心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是因为慧言吗 在你眼里 我跟他是同一个人是吗 不是 说实话你们 是同一个人 但 但也不是同一个人 虽然很能理解 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 我自始至终一直爱的 就是你一个人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为什么会喜欢我 但是我唯一明白的是 我好像喜欢上你了 赫兰 蜻蜻蜓 我喜欢上你了 怎么办 我觉得很不公平啊 如果说我跟他们是同一个人的话 那我跟你 应该一起拥有几百年的记忆 可是只有你 我没有 不公平 不是这样批评 如果说我跟他们不是同一个人的话 就更不公平了 你跟他们相处了那么多年 那我呢 才认识了多久 才几个月 在你心里 我能比得过他们吗 能吗 我 我不设计你只喜欢我一个人 我只想拥有我自己的回忆 拥有我跟你 我们两个人自己的回忆 你知道吗 你先听我说完 嫁给我吧 你先听我说完 关琵琵 嫁给我好吗 你先听我说完 我想要一声 你先听我说完 我相信你 你 喝不了酒你还喝 我还不是怕他们欺负你 有没有不舒服啊 没有 好了 还好赶在天亮之前回来了 进去吧 其实我自己能回来的 你确定啊 是啊 这是几啊 三 明明能看到 我真的要走了 我还要回去换衣服呢 天都亮了 在这休息一会儿再走吧 不行 我要回去换衣服 我天亮好像穿一样的衣服 切花 关小姐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们聊吧 反正我还要回去换衣服 我先回家了 路上小心 注意安全 拜拜 拜拜 什么时候回来的 已经回来好几天了 一直都没你的消息 是不是说了什么事啊 不好意思 我耽误了几天 秦华 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你就直接说 阿夕 我知道你愿意为了 河岩做任何事情 可是这件事情 我希望我们都可以自私一点 我知道怎么救河岩的方法了 我希望你能救河岩 赵元公主说 原来这么简单 阿夕 我早点知道就好了 我求求你 你就听我这一回好不好 我不是不让你救河岩 我只是觉得我们可以再等一下 说不定有别的办法 不能再等了 皮皮她上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为什么不能再等了 河岩她一定会再出现的 下一个百年 下下个百年 我们也许可以等到一个 不用这么大牺牲的办法 你相信我 一定会有办法救河岩的 秦华 你还不明白吗 我说 慧岩她已经死了 她已经不在了 我现在要救的不是慧岩 是关皮壁 关皮壁等不了 好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好 你 谁